廣東梅州的梅隆高速路陷事故 至今造成48人死亡 我們先帶大家回到事故發生的一刻 就在五一假期的第一天 高速公路上突然出現大片路陷 看上去見到有車輛墜落 著火焚燒 消防和救援人員也說到現場 這個時候當局已經接報 有多部汽車從高處墜落起火 事發的路段是廣東S12梅隆高速公路梅大段 往福建方向編號K11加900的路段 位於梅州市境外 現場圖片見到路陷的位置長17.9米 面積達到184.3平方米 今次的意外發生在五一勞動節假期的第一天 不少人都會選擇這條路線由廣西回到福建 有網民就說和一家五口的親人失去聯絡 關鍵是他們一家五口 小孩的手錶跟大人的手機全都是關機的 那是從吳州回福建的 我們現在是找不到他們 又怕說會有在裡面 當局最終確定有23部車墜落 不少車搭在一起燒到好像廢鐵一樣 央視的航拍片段見到 塔坊現場出現一條長型的泥石流 到星期三早早 搜狗工作仍然進行中 當局出動滑泥機清理 由於現場不時地下雨 周圍隨時再有塔坊的風險 令到救援出現一定的難度 當局又用吊機吊起多部汽車 而消防就向著火焚燒的車輛繼續射水降溫 被吊起的車輛隨後被運走 損位的程度幾乎完全辨認不到是甚麼車 截至星期四下午 事故造成48人死亡 有三個人身份仍然未確定 另外有30人留意 當中一人病危 有死者家屬應屍的時候情緒激動 有內地專家就指 事故路段位於山坡位置 但看不到有重力式擋土場和加固的支撐 同時也質疑當局監測和預警不足 因為類似的山泥傾瀉發生之前 都會有明顯的跡象 因此內地也有衛星監測的技術 可以作出預警